内地演艺圈80年代,其实也涌现出了无数角色佳人,他们的美副金雕主,律师本大就可以倾国倾城,比如宫雪,他曾被鱼雷80年代娱乐圈第一美人,出道才几年就为李宁后,却在巅峰时期佳人运退。 选择去往美国定居,令人惋惜。 宫雪是上海人,出生于1953年,他不仅长得美丽动人还喜好文艺表演,他自小的梦想就希望有一些能登上演艺的舞台。 1973年刚满20岁的宫雪入舞当兵,并成为文宫团的一名文艺兵,这也是他走上演艺的七十之路。 宫雪出身美术世家,父亲是美术工,哥哥和妹妹都是学画画的,尤其是哥哥在画画上还很有成就。 所以,宫雪受家庭风味的影响,达小琪就显得很漂亮,还会画国画。 不过,机缘巧合之下,宫雪还是成了一名演员。 1979年,宫雪任上海电影制片场演员。 1981年,在影片好事多魔中,他试验女主绝技。 树原流芳,在镜头显坦然自若,表演自然,分寸恰当。 此后,宫雪的演技在实践中开始了飞速的提高,后来他又出演了几部关于爱情的文艺片。 在剧中的精彩演出深受大家的喜爱,渐渐的他有了一定的名气。 宫雪在1984年凭借大桥下面,摘得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双廖以后会关。 这部影片还让他拿下多个国内外大奖,温愁一时无量。 令人惊讶的是,在评论。